今天老嫁姐教你们用鸡蛋做一个整骨神 请感兴趣的小可爱可以赶紧学起来 首先在鸡蛋壳上敲一个小小的洞 这半夜当然不能浪费 还可以做一碗鸡蛋羹吃 这两个鸡蛋壳里面滴上比较深的颜色 黑色和绿色都行 用这个UHU胶把洞口封起来 这样色素就不会跑出来了 再来在蛋壳表面涂一层普通的胶水 拿来像金冲粉 整个蛋壳都要裹满了 放在之后就变成了超级不灵不灵的小鸡蛋了 原来我还用黏土做了三个特别好玩的解鸭球 现在大小的硬模一样 硬模一样 硬模一样诶 小杨姐想想试试我最新年发的蛋白鸡蛋 你先捏一个费肝 希望我先吃这么可爱的解鸭球都要怀疑 那我就先捏一个给你打一个亮 哇 这是一个红字耳朵 这一天竟然有三老钱咯 我一只费肝也是肉 要不要吃一下下一个 耳朵都要怀孕了 我原来只是一个小装饰物 但是确定的没有整骨 这下我就放心了 下一个 再来一个橘红色的鸡蛋解压球 哇 有一个静音剔透的钻石哦 最后一个小鸡蛋了 里面肯定有超级超级大的惊喜 大姐 你这为什么是鸡蛋壳做的 如果效果也很好哦 很解压 你 你手不疼吗 不疼啊 一脸也不疼 你手不疼吗 我皮好啊 哈哈哈哈 我不要送这个整骨计划 失败 小鸡们 你们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吗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